大家好,辣椒是我们最常用到的配菜食材 把它种植在阳台就随手可得 但是我们盆栽辣椒的话 所用的土壤由于经过给它浇水或者是使用一些无机肥之后 这盆土是最容易出现板结的 土壤一旦出现板结就不利于根据失肥 就不利于根据失收养分水分 那么我们要如何改善土壤呢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为了改善土壤的话 我们要经常给它使用一些有机肥 最常用到的像鸡粪或者是羊粪这一类的粪肥是最常用到的 为所含的有机剂丰富才会分解出更多的腐质剂 土壤才会疏松透气 但是有很多朋友都不喜欢使用一些粪肥 都喜欢使用一些无机肥 这样就容易引起土壤板结 那么我们改善土壤的话 可以使用这种微生物均肥 既能增加盆土的微生物 也可以增加盆土的有机剂 就会分解出土壤里面的营养物据 一个月用一次 这样不仅可以给土壤增加养分 还可以起到保水保肥 预计病害发生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